面对潜在的致命威胁 张义决心将自己的家变成高度加固的安全堡垒 不止如同金库防御 他的动作掩盖了对某个不可告人的秘密的恐惧 当他的神秘请求与安全屋构建紧密交织时 一个庇护所的背后故事逐渐浮出水面 而他那不为人知的采购行动 马后备箱的神秘设备将何去何从 在滑灯初上的城市中 张义的窗前灯光昏暗 他前方的显示屏上 闪烁着安全屋的各项先进功能介绍 过往的喧嚣在这一刻似乎统统退却 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即将做出的决定上 那是关乎他安身立命之所的 决定一处无懈可击的安全屋 他研究了每一项服务 心中已有明确谋划 几乎每点一项服务 他的眉头都会轻轻挑起 仿佛在默默计量着每项改造带来的安全单位提升 墙体 天花板和地板无一遗漏 他要求全部更换为200毫米厚的特种合金板 这种理念上的坚固 对于普通人或许难以理解 但张义心中清楚 安全从来不应在任何细节上打折扣 窗户玻璃也毫无疑问地 选择了当前最为领先的防弹材质 同时他加入了最尖端的空气过滤系统 以防万一 全套监控系统 张义定义为眼睛 这双眼睛必须四通八达 全时守护 任何角落的风吹草动都不可能逃离他的注视 对于大门 他更是完全不顾成本 要银行金库同材质 确保安全无系 细致选择后 张义将电脑递给了手头进行笔记的吴怀仁 吴怀仁审视着这份厚重的服务清单 满脸的汉意几乎变成了标志性的面孔 无法抑制的感慨中 他忍不住发出评价 像您这么做 简直是城堡啊 张义细听这话 不动声色的提问 你好像对这方面了解挺多 随后两人稍微交流了些关于堡垒的知识 吴怀仁略显炫耀地分享了他的军事背景 突兀的 张义递出了一个看似随便的提案 问到能否搞到枪械 吴怀仁顿时变得紧张 他提醒说 华国严格管控枪支 私下持有或交易都属非法 但张义泄露自己面临危险 急需自卫之物 吴怀仁动摇中拒绝道 这种事 贵公司不便插手 但承诺快速完成安全屋搭建 张义心知物非人意 便开始向吴怀仁暗示 若他能协助解决这件棘手势 会有相当丰厚的回报 言外之意 显示他对安全屋投入巨资 不仅止步于此 在经历了一番谈判后 双方终于达成了一项 张义当即支付了一笔百万级的巨额预定金 结束这一连串的商议后步入车内 张义第一时间联系了刘洋 刘洋是张义昔日的狩猎伙伴 目前经营着一家合法的猎场 并持有一系列合法的狩猎装备 刘洋对于装备精通 而张义这次的需求却是非同小可 他决计要为自己备足防身之距 电话那头 刘洋略带疑惑 却依然爽快地答应了过来人的请求 他们之间虽无身后的兄弟情谊 但相互之间存在着那种特殊的默契 足以让这类交易顺利进行 张义不再迟疑 他要在危机中为自己筑起一道坚固的保护屏障 他从刘洋那里采购了弓箭 弩机以及装备用箭 这些虽非火器 却也可用于防身 陈甸甸的装备袋 被整齐地放入张义的车后座 他对自己即将拥有的防御工具 有了莫大的信心 但张义的计划远不止于此 在归途中 忽然想到火锅的美味 他心中生起一股冲动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驶向了海底猫 放纵自己 享受了一顿热腾腾的火锅 恍若将所有的忧虑 全部消化于这锅沸腾的麻辣汤中 参毙 他又因为到即将进自己做火锅的日子 因而挥手订购了大量的火锅底料 员工们的脸上流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 这样大手大脚的顾客还是头一遭 但是 他们很快就在经理的安排下 接受了这份订单 对张义来说 这不过是日常消费中的一个小插曲 可能再无次享受 他以现金支付了这笔账单 好让自己以后也能在家中 随时享受到这难得的美味